容容 我求求你了 咱俩都离婚两年了 你能不能别再纠缠我了 再说了 我现在都已经结婚了 你让同事看着多不好啊 你快走吧 我就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找你 我在工地上 挣的那点工钱 都让包工头给卷跑了 现在孩子生病了 我都交不起医药费了 那你去找你爸妈要啊 你找我干什么 你要搞清楚 咱俩已经离婚了 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现在也有新的家庭了 这事让我老公知道 我该怎么解释啊 等我一下 这钱 你拿着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 以后再不要来找我了 小兄弟 等一下 小荣 这位是你前夫啊 是的 你俩虽然离了婚 但孩子毕竟是你的亲生骨肉啊 你俩犯的错 总不应该让孩子去承担吧 孩子还小 你应该多回去看一看 再说了 孩子现在生病住院了 更需要的是母爱的关怀啊 来小兄弟 我这有些钱 你拿着 快去把孩子的住院费交了吧 不老板 这 这怎么能行呢 你就拿着吧 孩子的病要紧 谢谢老板 秀荣 公司给你放五天假 快去陪陪孩子吧 谢谢李总 我以前怕我老公误会 没去看过孩子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回去看孩子 知错能改 山莫大言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从你嫁给你老公的那一刻 他应该就做好了准备 接受你的所有一切 去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亲自去跟他解释 谢谢李总 谢谢 李总 我家里出了点急事 想给你借八千块钱 行 那你给办一下吧 都是老员工了 好的 那你跟我走吧 李总 有客人啊 那我等会再过来吧 没事 你说吧 这都是好朋友 李总 你看这疫情 马上要结束了 我想离职 自己去创业 你看 你这一走 一下两下 也没人能顶你的班 我这 还有点舍不得 这不快过年了吗 我想做点 肝果批发的生意 这样赚的多一点 肝果批发 那你们是同行 看这样 我是留不住你了 那你去吧 谢谢李哥 这些年的照顾 这叫什么人呀 前两天还借钱 这就要辞职 他呀 就是怕你不给他解工资 大家都想多了 走 走 咱们去吃饭 李哥 我来看看你 呀 嫂子也在呢 秀柔 快坐 最近生意怎么样 卖得挺好 就是啊 还得请你李哥 帮个忙 我这进货渠道不行 成本太高 你上次不是说 你那个朋友 是咱们市里有名的供货商吗 这年底呀 都在涨价 你帮我签一下 我给你六个点 六个点 行 等一下呀 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直接过去找他 好了李哥 那我先走了啊 这事呀 还算办得敞亮点 这都一个月过去了 也没见蓉蓉来感谢你呀 还六个点 估计呀 他太毛了 李哥 哟 说曹操曹操道 成大老板了 小买卖 小买卖 给李哥 送这六个点的感谢费来了 看嫂子这话说的 我给李哥 李哥也不能要呀 是不是 今天来有什么事啊 李哥 我这做点小买卖 刚起步 我来看看你 顺便啊 给你带了个茶叶 等我以后赚大钱了 咱俩好好感谢你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你借的钱呢 看你这话说的 借的钱 秀荣肯定还 李哥 我走那个月 你工资也没给我 是吧 是 顶工资还差四千呢 你就活该让人骗 哪有好人有好报呢 那以前在咱这上班的时候 看着还挺厚道的 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这见了利益 谁知道说变就变呀 没事 我也有账 王总 就在我这辞职那姑娘 秀荣 卖钢果呢 她现在还在你那儿进货吧 靳啊 刚给我打了十万的货款 她赚疯了 别人 我都给她找十个点 她呀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没给她找 别别别 这样 你也给她找十个点 过两天呀 我过去找你 好 这不就解决了吗 真是一斗米养恩人 一断米养仇仁人 利益这块试金石啊 它也全是人性了 善良要有度 好心要分人 这下全明白了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算处 面对人生这条坎坷的路 李总好 小宇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他们呀 是找王经理的 找王经理 让他们进去就行了 这是干嘛呢 可是王经理说 不让他们进 您就是老板吗 小姑娘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老板 王宝之前 借了我姐五万块钱 现在我们都联系不上她了 她现在 把我们的微信和电话 都拉黑了 我们怎么也联系不上她 您能不能 帮我联系联系她 我妹妹 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我还等着这笔钱 给她交学费呢 好 我知道了 走 跟我去办公室说吧 请坐 进去老板 说说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老板 小姑娘 你先别激动 这样 我给她打个电话 王总 咱们看上那个车 什么时候能停的 喂老板 王经理 你现在来一下我办公室 我不在公司啊老板 我在外面考察呢 我不管 你现在立刻 马上来我办公室 如果十分钟之内来不了 以后你就不用来了 宝贝 等我一会儿啊 李总 你那么着急找我干嘛 我还在外面考察市场呢 你认识他们吗 你俩怎么来了 不就欠你们家五万块钱吗 还找到这儿来了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我没有办法 你微信和电话全部都把我拉黑了 我联系不上你 我只能来公司找你 我都在你们公司门口 等了你两个多小时了 我妹妹 她还等着这个钱上学呢 你没上学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不是老师 你当初找我姐姐强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呀 借钱借交情 还钱抗人品 你把人家电话 微信全拉黑了 那人家去哪里找你啊 再说了 人家妹妹就等着钱上学呢 你如果真要脸的话 就赶紧把钱还了 李总 我真没钱呀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方式 必须得把钱给我还了 李总 我真没钱呀 你再比我 我也没钱 你要有钱 那你替我还了吧 行 我替你还 让财务经理来一趟我办公室 李总 李总 你要的钱和欠条都准备好了 拿给王经理签字 你先去忙吧 来 小姑娘 这些钱 你拿着 谢谢老板 谢谢 赶快去把妹妹的学费交了吧 谢谢 李总 你放心 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好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啊 就三天呢 对 三天 如果三天之内你还不上 我们公司有法务 有律师 我有的是手段可以治你 别人的病 有医院可以治 你的病 我来治 多心若真 若能改变 还愣着干嘛 臭枪去吧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却找不到指纹